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于二林镇农会三楼礼堂隆重举行 张化妇联会主委卓世文 副县长林天赋 张化县慈爱关怀协会理事长陈思如等贵宾共同与会 那今天呢我们在二林区在二林的这个农会 来举办我们第五场的这个妇女议题与性别平权的研讨会 那现场到的有我们妇联会的这个来自于 我们主堂方院还有二林大臣的这个姐妹 还有一些妇女干部 然后还有清新妇联会还有妇女会的理事长都来共襄盛举 那在今天的课程里面呢 我们有请到了我们这个法治处的 这个李明凯林科长来跟各位妇女说明这个法律 如何来保护这个妇女的权益 那也请这个我们消防局的这个副队长 邱运如邱副队长然后来告诉我们的妇女同胞 怎么样来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 不管在家庭在社会在公共事务的参与上 都能够更进一步 所以我们这一次一共分了八场的这个研讨会在进行 今天是第五场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研讨会 让所有的妇女 不管在自己的权益的保障 在工作上在家庭上 在公共事务的参与上 都能够有所帮助 那我们也希望说这个妇女除了在家庭之外 也勇于走出到这个社会上来参与各种公共事务 张化县妇联会主任委员卓士文表示 结合妇女社团的力量举办本系列八场次的研讨会 其能透过不同性别议题的探讨 以在地对话方式进行座谈 加强对国际妇女权利公约的认识 更进一步对于性别平等观念 与妇女权益保障有所认知 使女性权益保障的实践 成为社会进步发展的共同理念 开创共享共荣的幸福好城市 公益频道张华允 二龄采访报道